儘管上片大大小小電視節目 已是見過大風大浪的急診 重症醫學部醫師田之學 這次上臺致辭 一開口還是忍不住激動情緒 陽明大學今年的畢業典禮 邀請十七年前因為SARS 疫情 沒辦法參加必點的 布農族校友田之學幫他補剝碎 那時候我在培榮當實習師 那時候還有很多同學都還在被隔離 現在有同學都在交通病房 那時候也沒辦法參加 十七年後COVID-19 台灣人非常的團結 那我們一屆大家的各職類的學長姐 在前線守護台灣 也守護了大家今天的畢業典禮 藝人當年未完成的夢 而他也向學弟妹們分享 為了改善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問題 自己震撼原醫會 努力推動原住民族健康法 希望能夠真實地改善原住民族健康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自己可以做的地方 進行奉獻 那我們台灣的原住民的健康 真的是非常不均等 那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我們現在連一個最主要的 基本的原住民健康法都沒有 這也是我們在努力的 另外陽明大學也找來公衛體系出身的 前副總統陳建仁擔任至此貴賓 陳建仁從抗SARS再講到今年的武漢肺炎 把台灣醫療經驗轉為人生經驗 鼓勵台下畢業生 原室新聞喜顧布拉路亞 台北市採訪報導 我們在進行的改善 口令人建立宵 我們來的一步